这个啊 今天的话呢 看到这个的话都一整个不舒服啊 小富啊 进来了啊 这个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七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247节节目 今天来给大家做赛博弹智 The Last Class的Shark Wave 但是呢 在做这款官方的玩具之前呢 有人呢 在前几集的某一个B站的留言里头说 我最近是不是很少拍官方的玩具 我都不知道这个我要怎么回答啊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拍一个赛博弹智的玩具吧 不知道这位兄台你是觉得赛博弹智的玩具不能算官方的玩具呢 还是你觉得黑曼霸才叫做官方的玩具啊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 那目前的话我手里还有好几款的这个地球崛起的一些新玩具 但是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最近真的是特别的忙碌 然后体力方面的各个情绪上面呢 其实一直没有说回复到非常好啊 那可能节目里头我是尽量报喜不报 也要说实在话 我讲讲一个 就是前两天我们家出了点事 我父亲刚往生 其实呢 等他就是告别式结束之后啊 我大概 等于是他走了 大概 大概十多天之后啊 我才慢慢感觉到他真的离开我了啊 什么叫天人永隔的感觉 我是这一两天才真的是 比较这种比较强烈的感受 所以这两天我的 情绪上来说呢 是特别的一个 就是特别的一个 就是特别的 也不能讲说难过了啊 就是已经接受了 但是就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感悟吧 反正我觉得我的这个power方面呢 是没有能量方面是没有不到满了啊 还是属于一个情绪比较低潮的状态 那我们也再一次的感谢中晃影乐兄的啊 手边呢 还有好几款的这个赛货产值的玩具还在我这 那就我也提过了啊 这个做开箱影片呢 做变形杠的开箱呢 是我一个疗愈我精神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 那这种简单好玩的玩具的话呢 啊就会更加的成为一个过度 呃陪伴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了 那就再一次的感谢 那中晃影乐当然也感谢正在看我们节目的你啊 那这是一个下雨的夜晚啊 进到八月份之后呢 都一直都在下雨啊 不晓得会不会跟去年一样啊 台湾去年的八月份 整个八月都在下雨啊 那么这款Shockaway呢 我觉得最漂亮的地方是胸口啊 它的这个狂派的标志呢 是有一个浮出来的 浮出来的一个位置上面 然后印的还算蛮工整的 眼部的话呢 鲜黄色 但是呢并不是透明件啊 也不会发光啊 就不要想太多了 身上的可动度的话呢 直接给各位讲的可动度啊 天线可以动一点点 头部的话呢 左右转动啊 并不是球形关节 手臂的话可以达到一个平转 360度的转动呢 没有问题啊 这一侧是可以的 然后呢 二头肌的话呢 也是可以转动 二头肌的位置呢 还相当的合理啊 手肘位可以转到90度 拳头也是可以做转动的 那么另外侧的话 有一个这个啊 粉红色嘛 在这个透明的软胶管 那一旦扣上去之后的话呢 就非常的扎实 那它的话呢 有一个这个喷火的一个特效线啊 这个啊 今天的话呢 看到这个的话 都一整个不舒服啊 小富娃进来了啊 这个今天整个洗板呢 就是受不了了 那除了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也可以扣在这个啊 这把手枪上面啊 手枪的刻画呢 出乎意料之外的复杂啊 还是比较精细的一点 那中间的话呢 刚好接上这个粉红色的涂装 跟这个火焰的话呢 是有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 连贯的一个效果 感觉就好像真的一个能量灌门之后 发射出来啊 小富娃进来了 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手臂的话呢 内侧啊 这个地方这个银色的涂装 对于整个一个玩具的立体度呢 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提升的 那这款的话呢 它的并并非是两手都是啊 并非单手是手炮了啊 其实它这里呢 也是一个握枪的一个 握枪的一个一个设计啊 这样子也是可以扣上去的 这一侧的话呢 露出来一样是一个手臂 那这个的话呢 因为这个软胶管呢 是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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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硬的啊 这个但是还是比我软一点的啊 我是说跟我的拳头比起来还是比较软 你看我转的动它 但它转不动我啊 所以我比较硬对不对 跟一个玩具比硬度 这太没出息了啊 那我们的这个腰身的话 就可以转动了 裙甲的话呢 也可以往上推一些 脚往前 还有膝盖的一个幅度呢 都非常的大 而且它这个有点 这个啊 这里是球关 但是很紧 这里呢 不是球关啊 感觉就更加的紧实度 就连侧踢来讲的话呢 也非常的好 没有任何的问题 脚地板很大 而且有个接地啊 这个接地的话 就是对这个人物的一个质感度的话呢 有个很高的一个提升啊 这样子 人物的话呢 这个两腿掰开 你看可以站得这么样的一个稳定了啊 非常非常不赖 那偷胶的话呢 也是在大腿的内侧啊 还有这个小腿的后面 这个看到吗 毕竟还是要做一点官方的防卫吧 不然的话还以为是第三方的呢 对不对 那我们的话呢 就来进行一下它一个 非常扯淡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讲扯淡是因为真的很扯淡 可是你不得不说啊 因为动画片里头 它就是这么一个四角兽的一个样子啊 首先的话呢 是把这个脚掌给翻出来 那我提一下啊 这个灰色的话 是这个中晃影乐兄自己在图上去的啊 标准的一个官方的话呢 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灰色的啊 是直接是紫色的一个部件啊 直接是紫色的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翻上来 这里全都放进去 脚掌翻出来 到这儿 再来的话呢 就变形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把这个头部呢 给转正一点点 后方的这个背包给打开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是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的 头部的话呢 就转正就可以了 不需要动 然后呢 胸口这个部件啊 胸口这个部件 就把它给挑上来 挑墙的时候呢 是往上面 这里往上面拉一点点啊 往上面拉一点点 头头还要转得很正 因为它这个 呃 公差可以说是算到非常非常的准 几乎是没有什么 不允许你有什么一个小小的一个误差吧 这个地方推上来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流畅啊 整个往上推 这个背包是往后放 那这一块啊 这个地方 这个紫色的 你看它是两个紫色的图 去夹住这个灰色的一个图 这个紫色的这个是西形扣啊 我觉得 呃 力道不是 不是不是很给力啊 不是很紧啊 有时候会松脱掉啊 那其他这个角的话就反折 然后呢 把这一个 手臂的话呢 往前面放过来 转过来啊 把这个发光的部分呢 朝到前方就可以了 转这样子 然后旋转它的二头肌部件 到这 以及这里有两块这个凸啊 就把它给推到前方来 那么这块部件啊 呃 好像要往内推一点点 这样它就会卡住啊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会晃动了 那露出的是两个天线啊 这个应该是没得藏了啊 那后方的话 这个部件就往后推就行 那么呢 最后就是把这个啊 软胶管这个部件 绕到后面来啊 再从这个地方扣下去 会比较妥当一点点 到这 那我再提一下 因为它这个软胶管的一个硬度 还是比较够的 那它的这个紫色的这个吸情扣呢 又扣的不是 不是很稳 夹的不是很紧啊 感觉好像会被这个 紫色的这个软胶管 给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牵制啊 到这边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压低一点点啊 压低一点点 那最后就是这个部件 把它给扣上去 就完成它的一个 一个四角行走的一个 赛星载具的一个形象 那这个怎么样摆比较好看 各位就自己去做一个调整吧 那这个特效件的话呢 这个小富儿要进来咯的这个特效件呢 是放在这里 OK 就可以有一个 感觉其实它是有点帅的啊 紫色的这个 不对 不讲紫色这个粉粉粉粉色的这个东西啊 就有点电波的感觉 然后头部的话呢 是一个像是尖角 有点像是怪兽的一个长相吧 中间还是一个狂派的标志 呃扯淡归扯淡啦 可是我还是觉得还是蛮帅的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OK 那这个的话你要记住啊 这个这个灰色部件是我们自己在加工图上去的啊 在原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原本的模具上是灰色的啊 那上方的这个部件的话当然就可以做一个转动 还是可以转动的 上方这个小炮也可以做一个转动 那这个 喷火的这个装呃 发射这个装置就看各位的一个偏好怎么放了 OK 那就人形很漂亮啊 载具也还可以啊 对了 它的紧实度还可以啊 虽然是这个 对不对 基本上你看基本上都不太会晃动 还做的还可以 OK 那就今天的话呢 给各位分享这款赛博转制 Deluxe Class的一个Shockway 整体来说 素质还是相当可以 请不赖的 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